我要给阿贵做传 已经不止一两年了 然而要做这篇文章 才下笔 便感到万分的困难 第一个难处是 按照《立传》的通力 一开头到底是 某人 好某某 某地人也 而我并不知道阿贵 到底姓什么 有一回 他似乎是姓赵 但第二天便又模糊了 那是赵太爷的儿子 进了秀才的时候 阿贵 杰报 杰报 杰姬 什么事 县里烤秀才 今天发榜 杰报 赵府的赵太爷都种了 地板老爷 杰报 一定是赵太爷的儿子 种秀才辣 赵家少爷种了 我们卫装除了赵家 还能有谁呢 当然了 也是吧 除了我们赵家 还有谁啊 你们赵家 我们赵家 我也姓赵 大家听听 阿贵今天也姓其赵来了 我 还真的是新鲜事 阿贵也姓赵啊 他姓赵 我们从来也没听说过 笑什么 我不姓赵是你们儿子 告诉你们爸 排气备份来 我比秀才还要长三辈 还好 这可了不得呀 那么赵太爷见了他 一定叫声好听的了 原来你阿贵 还是赵太爷的本家呀 那 你还不赶快去赵家 对对对 阿贵呀 赶快到赵府赵家 去 阿贵走 走 我陪你一块去 去 走 去吧 去 去吧 去就去 对 你别去 你又不姓赵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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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你 我 你 dever 我 走 我 我 阿贵 阿贵说说我们本家 现在就在门口 带他进来 叫他进来 来来 太爷 阿贵叫来了 恭喜太爷 恭喜大爷 混账 你说你是我本家 太爷 你这混蛋 你姓赵吗 你配姓赵 你才姓赵 不准息怒 今天是大喜之日 不必跟这种人生气 还不快滚 滚 快滚 去去 妈妈的 赵前孙李什么不好信啊 偏要姓赵 你这不是招挨打吗 我真的是姓赵 骗你是你儿子 还起辈分来 我比秀才还早三倍呢 你再说 哪来 什么 规矩不懂了 付钱的 老规矩啊 两百文 多了不要 给 以后不许再说姓赵了 不是找挨打吗 我看 他也不会姓赵 就是真姓赵 赵老太也在这儿 也不该说嘛 真是穷疯了 穷 我们家先前比你阔多了 这个世界太不像话 儿子打脑子 给儿子打了 狮子杠鞭